就是含有碳這個東西 碳是什麼東西呢 碳是一種元素 沒錯 二氧化就是其中一種物 碳的元素代號叫什麼呢 叫做C 因為它的英文叫做Cabon 所以碳循環就是碳C 所以你看我們說二氧化的化學關 CO2 那個C就是碳 O2就是什麼二氧 二氧化碳 那為什麼要介紹碳循環 因為我們身體到處充滿碳 我們哪些地方含有碳呢 含碳的成分是哪些 含碳的成分 含碳物質 請問我們生物體內含有碳的物質是哪些呢 葡萄糖 對 葡萄糖 糖類 各位 什麼叫含碳物 就是你有沒有烤肉 烤肉烤焦變成什麼顏色 黑色 為什麼會變黑色 因為它少有 為什麼少有變黑色 為什麼少有變黑色 因為它有 因為它有 碳 各位 碳你們想要什麼東西 木碳 木碳 竹碳都是你顏色的 梅碳 黑色對不對 所以也就是說你把那個肉烤焦之後 剩下水都跑掉 就是剩下碳 所以像 砂糖 你拿去火烤 變焦糖 對不對 為什麼焦糖看起來有點黑黑的 因為它就是變成什麼 碳的成分 所以同學 哪些生物 含有碳的物質 是哪些物質的 第一個是 糖類 艾基酸 對 艾基酸是蛋白質那個人 糖類的意思是什麼意思 糖 又被稱為叫做什麼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 那你看喔 那個糖 像葡萄糖 各位這個糖 有脂肪這個糖 是指總稱的意思 米脂肪是特稱 特定的稱 所以葡萄糖 蔗糖 果糖 乳糖 還有乾糖 這些都屬於什麼類 糖類 它都是一種碳水化合物 碳水化合物的簡單來說就是 有碳分還有什麼 水 那你把水拿掉就變成什麼 碳 黑色的碳 所以糖類化合物 所以糖類化合物 所以糖類化合物的特性就是 你烤膠都會變成顏色 黑碳 黑碳 第二個叫做蛋白質 我們身上的蛋白質 或者說是胺基酸呢 都含有碳 所以肉就是蛋白質 烤膠也是變成顏色 黑色 第三個就是我們的脂質 脂質 脂肪 脂肪呢 烤膠也是變成顏色 黑色 其實還有不只啦 還有DNA也是還有碳 是不是 我們的DNA也還有碳 可以嗎 還有DNA 如果要補充的話 核酸 DNA也還有碳 可以嗎 OK 所以 那這些東西如果被分解 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會產生二氧化碳 對不對 所以接下來要介紹碳循環 碳循環呢 首先呢 它會講到一個很重要的物質 叫做二氧化碳 好 各位 二氧化碳 什麼時候會製造二氧化碳 你把柏拉糖怎麼樣 分解會產生二氧化碳 所以同學 我們吃下去的柏拉糖 你吃下去的米飯 都是柏拉糖做的 柏拉糖被分解之後 會產生什麼東西呢 二氧化碳跟能量 對不對 CO2 還有能量 那柏拉糖 在人體裡面 柏拉糖變成二氧化碳 這個過程 稱為什麼作用 這種柏拉糖被分解 產生二氧化碳跟能量 這叫什麼作用 有沒有知道 對 在立腺體進行的作用 叫什麼作用 呼吸作用 對 其實它是呼吸作用 因為它會釋放出能量 這叫呼吸作用 因為可能都忘記了 呼吸作用會釋放二氧化碳 那相反的 二氧化碳變成柏拉糖 這個作用叫什麼 展過來寫的 光合作用 對 叫做光合作用 其實這樣就完整的循環 你知道嗎 我們 吃飯 鋪出二氧化碳 那結果二氧化碳被誰利用 被生產者利用 又變成什麼 柏拉糖 然後我們又吃柏拉糖 又變成什麼 又放出二氧化碳 二氧化碳又被植物利用 又變成 好 這就是一個循環 很簡單的循環 就是植物跟動物之間有沒有循環 有 這叫做碳循環 因為 柏拉糖還有碳 柏拉糖的化學是怎麼寫的 叫做 C6 H12 O6 對 它有幾個碳 6個碳 沒錯 就是看這個數字就知道 這個6要寫小小的 這個2要寫小小的 這才是寫法 好 好 OK 所以 碳循環很簡單就是 呼吸中跟光合作用剛好相反 我們呼出來二氧化碳 就變成光合作用的材料 對不對 OK 就是這樣子 那除此之外呢 還有什麼東西也會放出二氧化碳 還有其他化學藍原會會放出二氧化碳 第一個就是 燃燒 我拿燒東西就會想像什麼呢 二氧化碳 所以燃燒會想像二氧化碳 還有屍體被分解 那個牛奶酸掉會有冒出氣毒對不對 那個也是什麼 二氧化碳 所以它有作用產生二氧化碳 什麼作用呢 分解作用 你知道嗎 那個死掉如果溺水的人 它會先沉下去 結果過幾天再怎麼樣 為什麼會補起來 為什麼會補起來 而且肚子都會 你看那個新聞前學說 身體都會腫脹 為什麼會腫脹 不是水腫 其實不是水腫 因為 因為你死亡之後 你的內臟是不是有很多細菌 對不對 開始怎麼樣分解你的身體 那這時候會產生什麼二氧化碳 它就會讓你怎麼樣 腫起來 因為肚子像一個氣球一樣 所以死魚 你會浮起來對不對 為什麼不會 那活著的時候就不能浮起來 活著的時候你要油才會浮起來 那油 不油就溺死啊 不油就溺死啊 除非你會 你學會用什麼水補飄 那種 好知識 好 然後養油還是要油啊 你在水裡不油就會沉下去啊 可是 記憶人死水爆炭 對啊 對啊 也是一樣 但是因為它死掉 肚子 空氣啊 二氧化碳 因為 你看牛奶那個臭蒜的牛奶 不是會脹脹的 它會有氣體脹 有沒有那種經驗的 過期的牛奶 所以同學 分解跟燃焦 你會製造氧化碳 但是只有一個作用可以減少氧化碳 什麼作用 只有光的作用可以怎麼樣 減少 其他都是增加氧化碳 所以你要讓溫氏效應減緩 你要做什麼事 做撞樹 撞那個小樹 然後它長大就會吸收氧化碳 對不對 那個過程就可以減少氧化碳 好了